大赛游戏规则 乔治宇无心 在一分钟计时内 根据固定的偏旁不熟准字 谁能写得更多 谁就获胜 乔治宇能不能保住第二名的位置 就看这盘了 我将会用我的Vivo智能手机 对它不只是手机还可以计时 时间一到就停笔 好了 预备计时 开始 开始 无心 我建议你不用每格写一个 因为肯定不值那么多 时间过去三十秒 一旦比赛就会头脑空白 旁边的人看了觉得很清楚的自己 最后十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写个档 我没有这个档 好 我们看一下小桥的 因为小桥字写不错啊 哇 你写错这么多 紧上的举 这是什么鬼 落 冰 落 这冰不算吗 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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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 周 和 海 木 凑 凑是两点的 因为他就是想凑一下 凑一下 凑一个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参照新华字典 乔振宇一共写对七个字 我们看看无心的成绩怎样 这边 勇 善 海 游 游 稍微有点问题 但是算了 怀 卧 泰 回 我觉得奇怪 你都写出海了 为什么不写涛呢 对啊 对啊 对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写成了平局 接下来我说 三 二 一 开始计时 你们两个在五秒内看谁能 十秒内看谁能写得更多好不好 三 二 一 开始 十秒 三 二 一 停车 欣欣又找了一个字出来了 好 我们乔振宇写了 涛 杨 卧 刘 对不对 四个 欣欣写了 涛 江 和 鬼 所以最后在加实赛当中 小乔以四比三 险胜无心 保住了自己的排名 找对自己的位置很重要 欣欣 逆袭失败了有什么想说的 我特别同意人要找对自己的位置